你来到重庆坦白 我是我重庆 今天为了台湾年轻人当兵不当兵的这事情 来邀请我们最好的朋友 他是郭文宾郭总编 郭总编好 你好我打手 郭总编你观察台湾政治30多年了 那么台湾年轻人是不爱当兵 是从你开始看的时候就已经是十分的一目瞭然 现在恐怕学生愿意当兵的年轻人 可能连百分之一都不到 偏偏教育部门去发表格 问他们要不要当兵 那民进党本来是努力让大家不当兵来要选票 这会在蔡英文下台以后赖气的上来 居然改发这个表格 您认为发这个表格 会不会给他们自己捅搂子 还是他只是这时候故意发一下假动作 让美国看一看 然后应付了 是呢 总编 是欧教授 我觉得就是这个赖兴德最近的一系列的动作 是让人觉得究竟他想要干什么 你有点摸不到头脑 一方面他多次在发表讲话挑衅这两岸的局势 宣传 宣扬他的新两国论 那么引起了两岸的对岸 当然就要进行反击 这个反驳 另一方面他又通过您刚才说的这样一种 让教育部门发表 让高中生填表说打仗了 你愿意去干什么 你去哪个部 哪个部门你做什么样的哪个工作等等 这等于就是提醒一些家长们 这个马上要打仗了 然后你的子女将会被送到战场上去 不论是这个拿枪也好 不拿枪也好 都得到上战场去 都得去干事 所以这样的事情当然引起了家长的那个恐慌 说你这个要把我的子女这个拿去当炮灰 我当然不愿意 结果这个事一弄反应太大了 这个教育部门有点慌 然后呢军方的这个头也出了 这个孤立雄说 这个事跟我没关系 我不这么干 这个事情 因为他们说这个帮军方去做事嘛 那军方去做事 那还不是你军方的这个事 说军方说这不是我干的 结果现在就扯起来了 那么这件事情背后是什么呢 背后是 这个赖金德一直在炒作两岸要打仗的这个事情 结果炒一炒不小心炒过火了 让民意感到愤怒 说你这个要让我的 因为谁都是这样的 大家都想这个 这个两岸呢 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立场 在两岸台湾的有不同的立场 但是一旦到了 要把自家的这个子女要送到战场上 当炮灰 那可能大家就一致了 多说 No 我再说 是台湾呢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笑话 那就是呢 说是学生呢 在上历史课 然后在看漫画 被巡堂的都学发现了 都学看火大 又是历史课 就问他说 我靠你一提 你答不出来 那就罚你赞 结果呢 他就问那学生说 厄房宫谁烧的 那学生立刻说 不是我烧的 现在呢 看起来 顾立雄就回答了这个标准的答案 就是不是他干的 他并不想知道厄房公司谁烧的 顾立雄当然也答不出 这件事是谁干的 就算知道了 他也不敢答 那么您认为赞清德呢 这个垂直的下命令 越过着隆态 直接给交易部门 给打电话下命令 却呢 遇到这样的一个搞笑的局面 而且这个搞笑 还从顾立雄那边给搞笑回来 然后之前呢 才刚刚台湾的海军司令了 说他没办法 解放军的海军 谁是要围呢 就要围了 您认为啊 这一连串跟当兵有关的 这种搞笑的 这种笑闹剧啊 配合他 随随便便呢 一下讲祖国论 一下呢 讲祖孙论等等啊 这些搞笑的笑话 或者是黑色的 恐怖的另类幽默 您觉得赞清德 是不是只是想抢版面 还是说他呢 大脑真的是没长好呢 总编 我就是说 我觉得他不是在讲笑话 我自己 起码我自己 没有找到一个笑点在哪里啊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他在用两岸的这个话题 每天在用这样的话题 来占据台湾的舆论的这个主板 舆论的主板 天天讨论这个话题 然后想不停的想出一些新招 想出一些办法 然后你像刚才讲的这个意愿表 高中生的意愿表 就是一个办法 你看一千栋 全台湾的高中生 然后他的这个家长 他的这个家庭都受到千两 然后大家就马上都在来讨论这个事 结果呢 所有的其他的问题 因为作为赞清德的这个 整个班子也好 赞清德本也好 他的强项是意识形态 是两岸的意识形态 是统独的意识形态 至于说经济的发展 民生的改善 族群的这个和解等等 那不是他的讲想 那不是他他感兴趣的话题 所以呢 他今天一个关于两岸的问题 明天看稍微一点平静 他又发表一个讲话 又来讲什么新两国论 所以这件事情 我觉得最根本的这个原因 就是在赞清德的 他的执政的理念 欧教授 是那您认为啊 他用这个方式 用这个表格啊 又呢引爆的话题 而且让家长还有学生呢 来了一个恐慌 然后他又占了一次版面 而且还让顾立雄也冤枉了 占了一个冤枉版面 您觉得他是要引开什么注意力吗 是引开他霸梁失败 还是说引开他 其他所有的施政不利呢 总编 是欧教授 您讲的霸梁这个失败 这是绿营啊 准备赖清德上来以后呢 准备发动的一场政治运动 这个军运动就是 他们选输了 在九合一的这个各地 包括县市的执政权也好 立法院的这个立委的席事也好 都输了 怎么样 再发起一场这个大罢免潮 第一块就是想向这个基隆的 谢国梁开刀 结果 罢免最后 这个绿营失败了 来以守住了这个基隆的这个执政权 所以这样的一个事情本来就是一个对于赖清德的这个政府来讲就是一个当头的一棒 就是一个非常这个丢人的一个事 你轰轰烈烈烈烈又搞什么青鸟包围又搞什么这个搞了以后最后劳命伤财 你欠台湾人民一个交代 你欠基隆民众一个交代 结果他就弄出别的东西来 然后你赶紧把这个事给过来 后再说 是有人说啊要让青鸟呢上前线去 不过我跟大家说青鸟啊上前线去啊 他只能穿假脚拖鞋 而且是咬着冰棒 或者呢端着这个泡沫红茶 不然呢就要拿个手摇引或者喝珍珠奶茶 而且呢整个这个海滩边可能要摆满卖香肠的 还有呢打蛋子的 这样子呢你觉得能打仗吗 还是别指望青鸟啊到那去丢人现眼了 免得啊他们啊所有的装备啊 恐怕比胡赛武装啊还要不如 总编感谢你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总编 谢谢欧教授